夢遊 其實每一場比賽都是會想要排最好的陣容 因為預賽開始 其實前面在看的時候 是會覺得說 針對投手的一個特性 然後下去排 然後針對近況好的選手下去排 排這個陣容 然後也跟總教練這邊就是三款過這樣子 第一個還是投手的特性 投手他比較適合左打還是右打下去打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然後這部分就是每一次賽前的時候 都還是會給公眾說這個陣容好不好 這邊的話跟千葉不一樣 這邊沒有縫因為是巨蛋 所以要注意可能是 因為明天這兩場可能會打白一點 所以他屋頂是白色會反而會比較亮一點 所以就可能教練團這邊有提醒說打上去的高飛球 有可能要看久一點就是不要視線不要比較遠看 我相信今天第一次來到這個球場 那麼多選手沒有來過 那當然也有來過就互相提醒 可是當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心態上可能還是準備明天有比賽那種緊張的感覺吧 不會因為昨天贏了或是前天贏了就會覺得 欸我們現在比較有機會 其實不會上了上都是一樣的 一副全天一副每一場比賽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